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陈思宁 旅游业是号称香港经济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是香港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 但是纽时报道 香港旅游在疫情之后复苏是相对缓慢 游客真的变少了 导致今年已经有超过1000间的餐厅关门了 就连高级饭店也在亏损 而今年中国的五一长假去香港玩的中国游客 虽然比去年同期暴增 但是很多人都选择了更划算的一日游 因为不少中国游客都发现 香港的物价真的比以前贵了很多 就连香港的本地人也觉得 香港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甚至有人说你花一样的钱 你去中国可以享受更多的乐趣 北京官员也提示了香港政府 要改变这种状况 香港的旅游业必须要积极求变 而当然香港政府也知道要提振旅游业 所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的主任 就先前提出香港要树立一个香港无处不旅游的理念 来充分的发掘旅游资源 大力的开发新产品新路线 而最近香港的施政报告出炉了 决定要下调劣酒税来拯救他们的夜生活经济 到底有用吗 今天的专题要带您一起来看看 下调劣酒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要振兴他们的旅游高消费活动 而这几年其实整体的旅游业都在衰退 这要先追溯到2019年香港爆发了这反送中的抗争活动 民众抗议中国加强控制香港 当时警民是不断的爆发冲突 这也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暴力冲突不断的发生 不少国家都发布了旅游警示 导致2019年下半年的到港人数 这个时候跟前一年的2018年来相比的话 其实是大降了将近四成左右 没有想到这示威一直持续到了2019年底 中国爆发了新冠疫情 到了2020年初呢 这开始就扩散到了香港 而为了控制疫情呢 香港就关闭了边境 他也关闭了跟中国连接的口岸 要来要求这些来港人士进行隔离 还断断续续的暂停航班 许多措施跟周边的国家比 其实算是相对严格的 那游客当然就不会想把香港 放进他们的旅游目的地啦 而游客不来就算了 甚至疫情结束之后 连香港的当地人也开始不在香港消费 因为香港的物价真的是太高了 中国的物价就真的便宜很多 疫情结束之后 往返中国对香港人来说真的太方便了 你可以当天来回去购物 去按摩去上餐馆 这些通通都可以 所以香港政府也意识到 这样下去不行 所以从去年开始 他们就不断的寄出新的政策来吸引游客 去年香港政府送出了50万张机票 以及100万份的旅客消费优惠券 行政长官李嘉超更形容 这是世界最大的欢迎礼物 而今年香港政府是加大力道 拨出了超过10亿港币的预算 大约是新台币41亿元之多的预算 来推动整体的旅游业发展 但是即使他们砸大钱 送机票给游客 香港的旅游业还是落后许多亚洲国家 何以见得呢 我们从道港旅客来看 2018年道港旅客超过了6500万人次 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入境旅游的总消费是3282亿港币 大约是占当时GDP的4.5%左右 而2019年返送中那一年 就下降到了5600万左右 年减超过了13%的幅度 游客的总消费呢 也减少到了2562亿港币 而疫情解封那一年 也就是2023年 香港政府开始推广旅游业 去年呢 道港旅客持续下降 持续往下走 来到了3400万人次 而今年前8月的人数 大约是2900万人左右 虽然看起来跟疫情前是差不多的 但是其实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前面几年 但是跟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 恢复大约只有5成左右 拿同一段时期来看的话 今年以来去日本的游客 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8成 而韩国更是恢复到超过95%的程度 疫情前的香港人潮众多 游客会去望角购物 到港式餐厅吃饭还会搭渡轮 还会去购物 不过现在即使政府砸大钱来推广 但是这些人潮都没有明显的回笼 也因此拖累到了这些小企业跟餐馆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 今年第二季的酒吧 总收益是将近3.4亿港币 这大约呢 就跟2019年同期相比 是相比差了大约25%的幅度 而业者呢 想尽办法要吸引人潮回流 也因此香港的酒业总商会 创会会长苏又平 他就提出一个想法 他建议政府要把烈酒税 减到20%的幅度 可以向澳门来看齐 目前澳门对烈酒是征收10%的从价税 以及每20元每公升的澳门币的从量税 而香港酒吧的协会主席 他就表示酒吧业现在正处于水深火热当中 他认为只要政府一撤税市场开放 竞争变大 不管是减多少 对酒吧业来说肯定会受贿的 他说假设我们拿到的酒税是零 我们就可以便宜了一半 可以省一半的钱 来交房租 来发薪水 但其实早在2008年 香港其实就已经取消了 征收所有的葡萄酒税 而且呢 这个时候也是亚洲第一个葡萄酒税 是免税的港口 这个政策也大大提升葡萄酒的销售情况 市民的饮用量是上升超过了三成之多 而到了2023年 香港葡萄酒的进口 货值比免税前的2007年增加了375% 是将近四倍之多 而香港政府也真的下调了烈酒税了 以往他们对酒精浓度高于30%的烈酒 是征收100%的重税 是全球最高的 而现在呢他们改成了这个双层税制 以进口价200港币为分水领 低于200的烈酒税率维持不变 还是一样是百分之百的幅度 而超过200港币的烈酒 税率会减少九成 只要付百分之十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进口价500港币的烈酒 改制之前的税率呢 就是500港币 但是改制之后 我们这瓶进口酒 这加起来 这个时候呢前面先是1000块钱改制之后 这200块钱以上的百分之百的税率 我们还是要付 但剩下的300 我只要付一成也就是30块钱 所以是200再加30也就变成230块钱 我买这瓶酒的进口价呢 只需要730港币 而对于这一次的下调烈酒税 香港特首李家超就说 他们主要呢是在复制着2008年的经验 他们成功的取消这个红酒税的经验 来刺激市场的消费 他也强调新的措施呢 只有涉及到百分之十五的市占率的高端烈酒 但你要搞清楚 这不是鼓励民众来饮酒 是为了让政府平衡保障公共收入 来推动高增值贸易跟市民的健康 政府消息人士就指出 现在政府每年的烈酒税的税收 大约有7亿港币 而预计的减税之后呢 每年会少收个2亿 所以呢大概只有5亿港币左右 但是期望能够促进这高增值的烈酒贸易 那这减税真的有感吗 在香港拥有23家门店的 韦城洋行的总经理文德荣就表示 烈酒买卖占整体生意的四成 而200港币或者是200以下的价位 就占了这其中的七成左右 根据香港海关的数据 现在市面上85%的烈酒 进口价都在200港币以下 所以真正受惠到政策的 只有平常那些会拿出 1000起调来消费的客人 那这些消费贵价酒的客户占比 其实只有不到两成之多 其实门槛实在还是太高了 而其他业者也说 价钱比较贵的whiskey跟龙舌兰烈酒 这些烈酒只占整体的生意额不到一成 降税降不到位 这些消费者跟进口商 他们的受贿其实是相对有限的 也因此他们就期盼 政府可以把进口价200港币以下的酒 税率降到两三成的话 其实对他们的帮助 其实会比较大 还有酒吧业者也表示 新的税率对酒吧的实际帮数 是趋近于零 为什么呢 因为在香港开店最大的支出 其实是租金跟人力 酒吧的租金一个月高达6万 酒类成本也是要6万以上 人力成本一个月就要20万 他大胆假设这新的税制 让他的酒类成本节省了1万 但他现在要支付超过32万以上 比起来其实根本就没有差多少 根本就没有多少帮助 他觉得如果想要先光靠这个减酒税 就能够救活酒吧的话 其实有点太自欺欺人了 也有调酒师认为 降烈酒税对酒吧来说是个好事 但是其实呢 他觉得成效不大 最直接的帮助 其实还是要他们吸引更多的顾客 前来消费 这比较实际 除了酒吧认为降税没有太多的帮助 其实最大的争议点在于 对民众的健康的危害 在官方公布政策的时候 医疗卫生界是强烈的反对政府 来减少这个烈酒税的 卫生署前助理署长也质疑 业者提倡这适量饮酒的理念 根本就是很难以让人信服 他又指出一些社会问题 跟酒精之间的联系 往往被社会低估或者是忽视 而今年7月 香港医务卫生局回答 议员质询的文件就显示出 香港每年有2000人到2600人 因为酒精有关的疾病或损伤而住院 而2022年 香港大学发布的一份 有关酒税对公共健康影响的研究 里面结果就显示出 如果税率回到2008年前的水平的话 就可以减少40%的死亡 2008年就是他们取消葡萄酒税的那一年 而学者认为官方减税的目的 不一定是要鼓励更多人的喝酒 但很明显这是为了经济的因素 就有人想到了 今年5月 香港立法会才三读通过增加烟税 以及降低吸烟率 让加税之后每包烟的平均售价往上涨 涨到了93.68港币 大约是新台币387块钱 所以就有人质疑 为什么官方在控制烟品方面做得很好 但为什么现在控制酒品变得这么宽松呢 他们质疑这降低烈酒税 跟公共卫生政策是背道而驰 所以您认为香港调账烈酒税 真的能够提升旅游高消费行为吗 还有什么方法挽救旅游业呢 请您将您的想法留言在影片下方 跟我们一起讨论